繼昨晚發現了一個大型的捕獸設施之後 我們見到這裡有一個專為捉一些動物、捉貓狗、一些野豬的地方 昨晚因為有一個小狗被綁在樹上 在哀鳴,遠山人士才會發現到他的情況 一眾唐狗仇信的案件 令大型非法捕獸場曝光 立法會議員鄺俊宇 今天早上就帶大家現場直擊了 遠處會見到一個新型鐵絲網 所設的一個捕獸的設施 因為這個設施真的很大 會讓動物進入活門之後 門就會關上 然後地上會有個洞 令動物掉進洞裡 就是眼前的小屋 大家看下去就不知道這個小屋是甚麼 原來這個小屋 如果我們走進去 大家會看到一個龍 還有一部獸器 這個就是蓮花的 大家會留意到 那就是 那些動物 當然一踩下去 就會 即刻即刻斷 有一個鐵龍 還有在這間屋裡 是有很多很多 好像是捉到動物的鐵絲 其實香港的山頭 每一年 特別是秋冬 都會發現大量非法捕獸器 拿無數動物受傷 我們可以做到的 就是見到就馬上舉報 最後我在這裏想提醒大家 如果你們發現捕獸器 千萬不要自行去處理 應該致電1823通知漁護署跟進 不過如果遇到緊急的情況 就應該立即報警求助 那其實是很過分的 因為香港是有法例顯示 不可以用捕獸器 不可以去 令到動物受傷害 而且是這麼痛苦的 再強調一次 在香港是不應該 有這一類的情況發生